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们都会被称为内部的人 所以当他们说主啊 主啊 所以这个主啊 主啊 我们也谈到就是在犹太人里面很亲密的人才说 信呼他的名字的两字 所以主耶稣也说到到那天有很多人会来到他面前 说主啊 我不是为你的名做了这个 说主啊 我不是为你的名做了那个 我就是为你的名做了那个 但主耶稣对他们说 是 你们先做恶的 我从哪里不是 但是主对他们说 你们这些作恶的 我不认识你 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见 其实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人 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人 以为是上天堂 以为是上天堂 但到最后是下天堂 但到最后是下天堂 并且不是小数 而且不是小数 因为主说的基督教是有很多 因为主讲道是有很多 所以我们也谈到那个麦子和麦子的一个比喻 我们也谈到佛子和卑子的一个比喻 我们今天会谈到一个比喻 我们今天会谈到一个比喻 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会更清楚了解 究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心态是如何 究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心态是如何 因为我不相信上帝教我们很难才能得救 因为我不相信上帝 但要我们做好难的事才得到 是吧 特别我们这个改革中的 我们对得救是有一个确信的 尤其是我们改革中的对得救是有确据的 这个确信当然是在乎我们的信心 但是我们的心态是如何 我们一同看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 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第九节到十四节 九节至十四节 所以主耶稣讲道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这里主耶稣讲道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会看见有两种的心态 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有两种的心态 有一种的心态是神所愿纳 有一种心态是神所欺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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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赛人 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站坐自圆自语地祷告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向别人勒索 不义渐远 也不向这个税吏 我一个礼拜禁止两次 凡我所得的 都卷上十五基 那税吏远远地站坐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垂着凶所 神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去 比哪人倒算为义了 因为凡之高的 比姜维悲 自卑的比宋维高 这个是不是很简单的 这个是不是很简单的比喻 今天我们会深入地研究 这个比喻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今天会很深入地 看这个比喻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法利赛人其实是一群很愿意做好人 法利赛人其实是一群很愿意做好人 他们是把赤子呢 从心愿中间分开出来 他们是把自己和世人分开 他们相信不坚言世界上所有不好的东西 他们相信不知念世界上所有不好的东西 他们也不会与不好的人做朋友 他们也不会跟不好的人做朋友 他说这样子的分别 他们认为这样的分别 是能够把神国都再一次引进以色列 是可以使到神的角度再次 把神国里面的好处 再一次带回以色列 再一次带回以色列 所以他们其实很严谨的生活 所以他们的生活其实很严谨的 其实也不是在至少怎样做出来的 他这个其实都不是自己说出来的套路 这个是当时拉比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教导 那时拉比有一个很流行的教导 这教导你要感谢上帝 就是你要感谢上帝 使你不相及谢罪人 使你不像这些罪人 你是分别为生的 你是分别为生的 所以你要感谢神 所以你要感谢神 所以这个反晒的祷告 其实是非常有源头 所以这个马利塞人的祷告 其实是有源头的 他说我感谢神 他说我感谢神 我不像这些不好的人 我不像这些不好的人 他在那里感谢神 他在那里感谢上帝 他是怎么样的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按照那个当时的法律 一年只需要禁食一次 一年其实只需要禁食一次 所以他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这非常好 所以他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其实非常好 我捐上十分之一 我捐上十分之一 有些基督徒还做不到 有些基督徒还做不到 所以其实身为基督徒 所以其实身为基督徒 有两件事情 从其他人看来 你很容易看出来 你就是这个 有两件事 是很容易令人看得出来 你是基督徒 是什么 第一个是首礼拜 第一个是首礼拜 每个礼拜天去去回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就是他们守着这个十分之一 就是守着这个十分之一 这个十分之一好像是 纳税基上帝 这个就好像纳税基上帝 因为我们是神国的人 因为我们是神国的人 昨天我们是美国公民 我们就是纳税基上帝 正如我们是美国公民 要纳税基上帝 所以这个是一个禁食的两次 所以这个禁食两次 这个禁食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禁食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纳税基 是从纳税基 16章 16章 29至31章 29至31章 这个是真正他们 为什么每年要禁食呢 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 每月要纳税基 这个我们就研究一下 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我们就更加了解 路加福音这个比喻 我们就更加了解路加福音这个比喻 纳税基16章 纳税基16章 他说每逢七月初时 你们要刻苦己心 无论是本地人 是积聚在你们中间的外人 什么功都不可做 只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利 应在几日 要为你们赎罪 使你们竭尽 你们要在耶和王面前 何以竭尽 拓尽一切的罪显 这日你们要守为圣 安施日 要刻苦己心 再次多天 是吧 也为永远的定利 这个立位基的律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美美记的律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谈到这个赎罪日 就是讲到这个赎罪日 赎罪日是非常严肃的一天 赎罪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 所以你在哪一天 有些人会披马龙灰的 所以那天有些人会披马龙灰 就是很苦很苦的样子 很苦很苦的人 因为他们要求神的年龄 因为他们要求神的年龄 不可以欣赏下去 不可能嘻嘻哈哈的 所以他要刻苦己心 刻苦己心 刻苦己心就是说 很严肃很可怜的样子 这个赎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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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onment Day Atonment Day Atonment就是A-T-O-N-E Atonment 这个字呢 Aton是从这个字根 是从atone出来的 A-T-O-N-E 就是与神合一 Atonment这个字就是与神合一 是因为我们罪 叫我们与神分开 就是因为罪使我们与神分开 但是基督的宝血 接近我们的罪 但是基督的宝 叫我们再一次与神合行 给我们可以再一次与神合行 atone with God 与神合行 所以atone就是atone 所以与神再一起就是atone 所以这个赎罪 所以这个赎罪 就是再一次叫我们与神合行 就可以叫我们再一次与神合行 这个赎罪完全的指向基督 这个赎罪完全指向基督 所以在赎罪之基的里面 所以这个赎罪自己入境 所以这个赎罪呢 就可以perform 要禁止 重新的到圣殿里面 好诚心地去圣经人 去圣经人 这一天很重要 因为这个你们要守为圣灵安食 因为你们要守这安食人 圣灵安食人 为什么今天要带着祂 为什么今天要带着祂 见一见朋友 见一见朋友 当然这个很开心 这些都是我们最爱的人 这些都是我们最爱的人 其实这个是圣灵安食人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求祂的要素 我们求祂的要素 因为我们这个礼拜 可能做了很多的措施 因为我们一个礼拜 可能做到好处的措施 我们用祂的道使劲 我们好像用水直接道 我们用水直接道去洗劲 就叫为使劲 是不是就是捷径 这个就是一种赎罪 这个就是一种赎罪 所以基督徒在生活里面 有很多人过 所以基督徒在生活里面 有很多愈弱 难免的 难免的 但每个礼拜 但每一个礼拜 然后赎罪在祂的圣灵里面 就是他来到这个圣灵里面 行送 罪祭 就是这个圣安食人 就是这个圣安食人 什么工都不做 什么工都不做 尊心拿神的钱 要得解准 尊心拿神的钱 要得解准 好像我们剥柄是同样的 像我们剥柄是同样的 当我们剥柄的时候 当我们剥柄的时候 就算你的罪好像祝福 就算你的罪好像猪虹 都要成为霸余虫 都会成为霸余虫 是不是很重要 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其实每个礼拜的军会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法利塞人呢 所以这个法利塞人 他一个礼拜进行两次 他一个礼拜都吃两次 都得了 很不得了 他有这个外表的进行 他有这个外表的坚持 但是他没有里面的实际 但是他本来里面的实际 因为这个实际是什么 因为这个实际是什么 实际就是立位基里面 反而这个税吏 反而这个税吏 做得到 税吏是犹太人最看不起的 因为那个时候当时 罗马是压迫以色列的 因为当时罗马是压迫以色列的 所以这个税吏身为犹太人 所以这个税吏身为犹太人 就收犹太人的税 交给罗马 并且还在税上 并且在税上 还要加多一份 就是拿多一点 还要交多一份给自己 所以有些人好像是 好像是走狗 好像有些像走狗 是吧 所以他们对税吏很窍益 他说你对税吏是很看不起的 所以这个犹太人 这个犹太人 这个犹太人说 我不像这个税吏 所以这个法律座是说 我不像这个税吏 早上叫做神 神后我是好了 神好像跟神说 神后是好的 这个税吏真的很差 但是这个税吏真的很差 所以他来到神面前 他连矩目望天也不敢 他连矩目望天也不敢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匹马人费 这个就是匹马人费 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守 三十日的心情 这个就是守 圣光人费人的心情 这个就是守这个赎罪日 那个真正需要的态度 这个就是要守 属罪日的正正的心态 不要以为你做了什么好事 不要以为你做了什么好事 可以在神面前得到什么赏赐 可以在神面前得到什么好事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做的一切 我们做的一切 如果在上帝的标准看来 如果在上帝的标准看来 都是没有的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 所有很多的圣人 所有很多的圣人 他们非常明白圣经里面其中一说 他们非常明白圣经里面其中一说 就是我来到神面前 我的意好像难以不一样 我的意义好像难以不一样 我们有没有觉得自己做得不错 第一次问你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做得不错 这个教会其实没有怎样赐赐 其实这个教会没有这样的人 我们来到神面前就知道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们在神面前就知道 我们什么都没有 Empty Hand 空手 这个空手 其实就是最下当的心态 最好的心态 如果你觉得你带了很多礼会给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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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有一点点质疑 你可能有一点点质疑 一点点的质疑是很可怕的 有一点点质疑是很可怕的 因为真正来到神面前 因为真正来到神面前 这个人一定会看见自己的不好 这个人一定会看到自己的不好 自己的败败 所以以赛要看见上帝 所以以赛要看见上帝 因为我是愚蠢 因为我是愚蠢 要住在嘴唇不解的人当中 要住在嘴唇不解的人当中 真正看见上帝的人 是真正如见上帝的人 没有一个觉得很 我做得不错 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我做得很好 没有一个人敢自夸 因为人所走行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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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面前 在神面前 其实都不算什么 其实都不算命 只有在基督里面 只有在基督里面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站在神面前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清言 你听到上帝不可以说 四人犯了罪 你知不上帝可以说 四人犯了罪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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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会给你们知道 上帝说 四人犯了罪 四人犯了罪 所以我就犧怨他们 所以我就犧怨他们 通通的罪我都犧怨 通通的罪我都犧怨 这样子没有用 这样子没有用 这个赎罪欲人意识着神 这个赎罪欲人的意思就是 神一定要称为人 神一定要称为人 在人的地步里面 在人的地步里面 做得非常完全 做得非常完全 所以基督来到地上 他是完全的人 所以基督来到地上 是完全人 一点罪都没有犯 一点罪都没有犯 真的 在神面前可以算为义 真的在神面前算为义 如果你要在神面前算为义 你一定要做到好的基督教 如果你说你在神面前算为义 你要做得像主耶稣 然后这个无罪的 然后这个无罪的 代替我们成为罪 代替我们成为罪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清理 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义 所以基督于人 基本上没有办法清理 所以人是没有办法清理 所以人是没有办法清理 上帝也不可以 要输你就算 上帝也不可以 上帝也不可以 反而就这样说 他一定是有人的代替罪 一定要有一个人代替 把他的义 算在你的 account 算在你的账户里面 将他的义算在你的账户里面 你才能够清理 你才能够清理 所以我们所有的好处 所以我们所有的好处 都是基督 父上的代价 算在我们的账户里面 都是主耶稣的代价 算在我们的账户里面 所以人有什么狡猾呢 所以人有什么狡猾呢 如果有人狡猾呢 如果有人狡猾 如果有人狡猾 因为他不明白救人之神 因为他不明白救恩是什么 你知道罗亚的时候 你知道罗亚的时候 罗亚的时候 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年 通通都是犯罪 通通都是犯罪 没有全球神的 没有全球神的 所以神就要用红水 在灭这个世界 所以神就要用红水灭这个世界 但是罗亚的时候 但是罗亚的时候 但是罗亚的时候好 那些伯口是好的人 一人 还有一家伯口是一人 我可以告诉你 按照神出来说 罗亚跟他的伯一家伯口 和他的一家伯口 所有其他犯罪的人 一样 所有其他犯罪的人 一样 罗亚并没有比其他人更好 罗亚并不是比其他人更好 完全是神的恩怜 找住罗亚 完全是神的恩怜 托着罗亚 还不是罗亚找住上帝的恩怜 就不是罗亚要抓住神的恩怜 而是上帝的恩怜抓住罗亚 而是神的恩怜抓住罗亚 因为罗亚跟所有其他犯罪的人 都是要 罗亚和其他犯罪的人 是一样 罗亚书第三章讲得最清楚 罗亚书第三章讲得最清楚 没有一个疑人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在上帝的眼中 没有一个疑人 没有一个疑人 但是罗亚是疑人 罗亚是疑人 罗亚为什么是这样子乖呢 罗亚为什么是这样子乖呢 因为他有一个讲福音的父亲 因为他是一个讲福音的父亲 这个父亲有一个讲福音的爷爷 因为这个讲福音的父亲 这个讲福音的爷爷有一个讲福音的臭爷爷 因为这个讲福音的爷爷有一个讲福音的太爷爷 你知道吗 从以落 一直传下去 一直传下去 每一袋一袋 一袋一袋 教训啊三袋 你知道有这个爷爷话 教训下面要经威爷爷话 所以到罗亚 罗亚因为听到这个福音 罗亚因为听到这个福音 不是罗亚特别好 不是罗亚特别好 如果没有讲这个爷爷传下来 如果没有这样的爷爷传下来 罗亚跟其他人一样 罗亚跟其他人一样 请我听起来 亲爱的第一次会听 我们跟世界上的罪人一样 我们跟世界上的罪人一样 好不了多少 好不了多少 基本上完全一样 基本上完全一样 今天我们之所以特别听话 今天我们为什么特别听话 为什么我们懂得敬畏上帝 为什么我们懂得敬畏上帝 因为上帝的灯照着 因为上帝的恩自助 因为有人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 因为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 因为上帝讲得更远一点 因为没有一个义人 因为没有义人 没有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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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些东西可以在神面前说 没有义人可以在神面前说 没有义人 你做得不清楚 连一个都没有 所以这个比喻很重要 所以这个比喻很重要 他真的明白到这一点 他真的明白到这一点 如果我能够在神面前站立 如果我能够在神面前站立 一定是他的怜悯 一定是他的怜悯 所以他连望天都不敢 所以他连望天都不敢 他说 神下 求你开恩 求你开恩 神下这个罪 并且他吹哭 并且他挡哭 表示他痛心 这个就是利未经里面所讲的 生物暗示人的原因 就是利未经讲到 守圣安之人的原則 这个就是利未经刚才我们读的 讲到这个赎罪人的原因 这个就是说到利未经 赎罪人的原因 这个也正是一年当首一次的禁止 这个就是说到一年里面要守一日安息人的感性 什么 这个法利赛人 这个法利赛人 一个礼拜是守你眼睛 一个礼拜守两次的感性 没有用 因为他没有内心 因为他没有内心 但是这个税理 虽然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的脸真的符合了 这个赎罪人的原则 但是他的灵符合了这个赎罪人的 因为教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清理的 叫我们在神面前得以清理的 就是这个赎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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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你 我们来到神面前应该有这个心态 但兄姐妹我们来到神面前应该有这个心态 你不要单单在外面说了这个见识 不要单单在外面奉献你的十分之一 不要单单在外面奉献你的十分之一 乃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赎罪人的精神 我们每个礼拜来到神面前 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到神面前 知道我们自己就不配 求主结晶我们 求主结晶 我们里面有一个呼喊 神啊求你可怜我这个罪人 神啊求你可怜我这个罪人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真的好的男人 你知道这个真正好的男人 常常觉得自己不太好 整天觉得自己不太好 不好的男人 不好的男人 常常觉得自己不错 整天觉得自己不错 人就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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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遂念的时候 我不像其他人 所以这个法利畅说 我不像其他人 他自以为意的 其实他看不清楚自己 其实他看不清楚自己 所以这个比喻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比喻非常重要 这个谦卑的心 这个谦卑的心 就是我们进神过的 就是我们进神过的 所以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 所以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 继续下来 他就讲到 如果你们不回到小孩子的要素 如果你们不回转到小孩子的心态 乖不能进神过 定不能入神过 上天堂的都是小孩子的心态 上天堂的都是小孩子的心态 不是讲到他们的幼稚 不是他们的幼稚 那是讲到他们的宪秘 是讲到他们的虚卑 那今天我们也看见小孩子很骄傲 我们现在看到小孩子很骄傲 但基本上是 来说小孩子应该全非 但是按照圣经来说 小孩子应该单纯 小孩子应该单纯 小孩子应该依靠 仰望上面的照顾他的人 小孩子应该依赖照顾他的人 小孩子不会觉得自己很棒 小孩子不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我们只需要父亲的爱 这个就是小孩子的样子 这个是小孩子的样子 这个谦卑的心是什么样子 就是好像小孩子 如果我们现在不像小孩子 我们进不了神的活动 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单纯 我们不会被神所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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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说 这个人回家去 比哪个人倒算为义 主耶稣说到 这个人回家 比哪日倒算为义 这个原文里面讲到 justify justify就是 什么叫justify呢 justify是什么 有人做了好事 算在你的帐上 算在你的帐上 所以就等于你做了好事 所以就等于你做了好事 所以你就是justify 所以你就是justify 所以就等于你没有钱 但是不能没有钱 突然间有人把几千万 突然间有人就几千万 传到你的户口里面 传到你的户口里面 你就是等于justify 你突然间有钱 你就好像justify 但你之间有钱 在人的照顾里面 没有意的 在人的帐户里面是没有意的 但是基督的意义 在我们里面 但是基督的意义 在我们里面 所以这个人没有什么 做到好意 所以这个人 没有做好意 没有做好意 但是主说 但是主说 他有怎样子的祷告 他有这样子的祷告 就有意义 在他的帐上 就有意义 在他的头上 所以这个也是基督家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人 这个也是基督家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人 我们得救 我们得用 是本负用 是本负用 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好事 不是在乎我们做了什么好事 但我们也要有平衡 当然我们也要有平衡 有里面的 通常会有外面 有里面的 通常会有外面 但是有外面的 未必也会有里面 但是有外面 不一定有里面 所以里面很重要 所以里面很重要 免得我们 好像有五个 五觉的 愚觉的国民 免得我们好像以前 主的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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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 所以我们要认识基督教的真理和灵 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态 如果我们有这个谦卑的心态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忍耀 但是我们不断地改变 但我们不断地改变 总有一天 我们会变好 因为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如果你是基督徒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有任何的东西 变来变去都变不好 到你死的时候还变不好 你要小心 可能你不是真的基督徒 我身为律师 我很喜欢你们快乐 我很喜欢你们快乐 但是我知道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我需要你们每一个人对什么伤心 就是我需要你们每一个人都想听 所以我讲每一篇的道 我做每一个决定 当然很多时候我希望你们快乐 当然很多时候我希望你们快乐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要知道你们听了这个道 是你们听到这个的道 跟着这个方向走 跟着这个方向走 有一天你不会说主啊主啊主说 我不能说 有一天你不会说主啊主啊主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有时候在这个教会里面讲的道 不是很好听 所以有时我在这个教会里面讲的道 不是很好听 什么 十个童女也就不好听 十个童女也不好听 即使主啊主啊呢 不上天堂也不好听 主啊主啊上天堂也不好听 我们讲到很多信息讲道 好像今天听过很难 我们经常讲的好像上天堂很难 当然 进神国不是很容易的事 当然有神国不是很容易的事 要打进去的时候是一样的 要打进去的心态 但是其实呢也不是太难 但其实也不是太难 最重要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心态 最重要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心态 一个谦卑的人 一个谦卑的人 有一个最重要的表现 一个最重要的表现 就是他们不会怨天拥人 就是他们不会怨天拥人 你叫上帝对他所有简传的人 你知道上帝对他所有简传的人 都会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加上一点的痛苦 都会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加上一些痛苦 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完全从头笑到到底 没有基督徒的路 是吗 没有这样子的基督徒的路 没有这样基督徒的路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十字架在哪里 你的十字架在哪里 你怎么去denay yourself 怎么去学一点功课呢 你怎么去学一点功课呢 圣经里面说你们进神国 要经历过许多的艰难之后 比特说你们在百般的艰难里面 比特说你们在百般的艰难里面 都要酸为喜乐 都会酸为喜乐 一人必须受很多福 主要是说世界会恨你们 圣经里面世界会憎恨你们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十字架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痛苦 我们从人的角度中觉得 我们比人更痛苦 我们在人的角度里面 觉得我们比其他人更痛苦 如果你是这样子想的人 你是最幼稚的人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人 是最幼稚的人 是吧 就是你看到愿 你看不到愿的 整体之话在说这些话 带在痛苦的里面 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改变 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改变 第一个一中三个 一三个里面讲得到 第二个上个星期讲得到 简单一句 简单一句 从苦难 考验 试练 透过顺服 进入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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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我们的路吗 这个不是我们的路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 所以一开始一定有苦难 所以一开始一定有苦难 才显得出我们怎么顺服 才显得我们怎么去顺服 最后我们的进入完全 进入后我们就进入完全 没有苦难的这种改变 没有苦难的 你怎么改变 所以大为徒 上帝求你不要叫我太富足 上帝求你不要叫我太富足 我太富足我就忘记你了 因为太富足我就会忘记你 这个说话基本上很有很有学问 你知道吗 如果你太快乐 你就会忘记上帝 你知不知道 当你太快乐 你就会忘记上帝 所以上帝总会给你一些痛苦 我觉得全教会最痛苦的 就是我们的perceive 我觉得全教会最痛苦就是我们的perceive 因为她从小就有病 因为她从小就有病 所以眼睛是不断的疼疼的 眼睛是不断的疼疼的 因为她的压力很大 因为她的压力很大 所以她有24大手术 要24次大的手术 我母亲最近开了一次的手术 我母亲刚刚做一个大的眼睛 多麻烦 多麻烦 辛苦你一个月 辛苦你足足一个月 更合法有24次的大手术 根本是24次的大手术 她全身的骨头 全身的骨头 都有information 有这个发言 都有这个发言 全身的骨头 她的骨头不停的变形 她的骨头不停的变形 所以在压迫她的全身的神经 在压迫她全身的神经 从头到脚 从头到脚 24小时 都是极度的抬头 都是极度的抬头 二十几年了 二十几年了 可能她三十年了 三十岁 没有停过 没有停过 我吃那个药 我拿去手了 痛得不得了 我的手痛得不得了 我叫她 我们去买这个 Extra Strain 最厉害的Extra Strain 然后Extra说 我吃的药 我吃的药 是比你那个子痛药 超强五倍 超强五倍 就是她每天都要吃的 她每天都要吃的 但是她吃都没有用 她吃都没有用 吃只能够减去她的痛楚的一部分 只不过会减轻她痛楚的一部分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想想想 从头到脚 从头到脚 没有一次不同 没有一次不同 当她每个月的月经来的时候 都会每一个月经来 她觉得那个就是醒醒般的一种痛苦 她就会觉得那个是行刑般的 这个痛是非同小口的 那个痛是非同小口的 在那里呼喊神啊求你 把我的命运拿走 在那里呼喊神啊求你 让我回家 还有很多 另外一些 现在不讲的 头 还有其他不同的头 刀角的 刀割的头 是好像刀割的 所以她有时候去找医生 所以她有时候去找医生 给她看刀 不过医生帮她开刀 她说医生说 我要用麻醉药给你 要不要帮你打麻醉药 她说不需要打麻醉药 她说不用 因为我现在的疼已经到顶点 因为我现在的疼已经到顶点 所以医生就立刻用刀 就给她开刀 所以医生就立刻用刀 帮她开刀 不需要麻醉 你可以想想她的疼现在到什么地步 你可以想想她的疼现在到什么地步 因为给她开刀都没有什么分别 因为帮她开刀都没有什么分别 二十几年 三十年 二十几三十年 从头到脚 是药不能停止她 是药不能停止她 但是你们在这个聚会里面 十几年来 十几年 每一次见到Persilla 她都是在那里微笑 都在那里赞美神 她在她身上所表达的 完全是一个感恩的喜乐的忽宁 完全是一个感恩喜乐的忽宁 帝英智慕 这个就叫熟灵 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熟灵 其实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熟灵的人 什么是熟灵 就是你能够在极大的患难当中 就是你可以在极大的患难当中 还能够感谢自己 仍可以感谢自己 在你身里面不是流露出苦毒 在你身里面不是流露出苦毒 而是流露出赞美 是流露出赞美 这个才是真正的 这个叫做苦难 直着顺从 这个就是苦难 直着是顺服 进入完全 什么是顺服 什么是顺服 顺服就是谦逼 顺服就是谦逼 我不做这个反抗 我不做这个反抗 我顺服在神的手中 我顺服在神的手中 我知道祂嫁给我的 我知道祂加给我的 祂一定帮助我生 一定会帮助我 这个才是基督徒的路 这个才是基督徒的路 这个就是地位记里面所谈到 这个熟灵日的精神 如果你真知道你是一个罪人 现在神那么大的恩典 基督无罪地代替你成为罪 基督无罪地帮你成为罪 你有什么可以自夸的 你有什么可以自夸的 你有什么可以埋怨的 你有什么可以埋怨的 我常常在想到这一点 我整天都想到这一点 我是世界上很无人 我是世界上很无人的人 如果我要想我的痛苦 如果我要去数我的痛苦 我常常想到自杀 我常常都想到有自杀 有什么可能 有什么可以埋怨的 基督无罪地会想这个东西 基督无罪地会想这个东西 我想这个是我的肉体 但是我想这个是我的肉体 但是我的灵真的知道 我的灵真的知道 我们是多么的无人 我们是多么的无人 上帝给我们的是何等丰盛的尺带 上帝给我们是多么的封诚 所以最近我有这个 这个HIP 这个 这个叫什么 总之这个HIP 我们以前以为有一个 100天的疼 所以我近期这个 盆骨有这个疼痛 最后经过120天 最后经过120天 医生说是不会好的 医生才说是不会好的 其实我里面也不太明白 但是我现在慢慢明白 如果这个疼痛跟随我一生 我就要叫这个疼痛 叫我常常纪念主 为我们的死 我这个疼痛 就会令我记得主耶稣为我们的死 上帝怎么为我们的死 上帝怎样为我们受苦 死在十字架上 你们在痛苦的日子里面 何尝不是上帝在提醒你 曾经有人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曾经有人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生命不要太快乐 所以生命不要太快乐 有一半快乐已经快乐 有一半快乐已经快乐 在痛苦的日子 磨练我们的人性 叫我们更加基督 叫我们更加基督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聚会 我们为祂做出一切的奉献 我们为祂做出一切的奉献 不要自卫 不可以自卫 因为我们是不配的 因为我们是不配的 没有人配 没有人配 唯有基督是配的 唯有基督是配的 唯有祂做了完全人 唯有祂做了完全人 满足了神的意 并且祂为我们的死 把义算到我们的账上 把我们的罪拿走 把我们的罪拿走 东离西游多远 这些罪已经到了 Sea of Forgiveness 就是海洋那种 远远被违皇的地方 这个罪就好像海洋 推到够远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在聚会里面 被神的道使尽了 被神在那里洗净 我们的灵站在神的面前 我们的灵是站在神的面前 如果我们有这个谦卑的心 如果我们有这个谦卑的心 我们是白鲁雪 我们就白鱼雪 一点罪都没有 一点罪都没有 一点罪神都想起 一点罪神都没有 祂看我们是祂的意愿 祂看我们是义人 但是这一切都是祂的意愿 但是这一切都是祂的意愿 没有一样是我们可以自夸的 没有一样是我们可以自夸的 如果你在痛苦的人身上 如果你在痛苦的人身上 你埋怨 你发脾气 你发脾气 就是你不谦卑 就是你不谦卑 因为你觉得你有权可以发脾气 因为你觉得你有权可以发脾气 你有权可以埋怨 你有权可以埋怨 你有没有看《哥林多前书》 十一章 但你有没有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所以上帝就把他们通通的杀 所以上帝将他们通通的杀 因为当我们发这个愿言的时候 就好像对上帝说 主啊 你的恩典不够 就好像对神说 神啊 你的恩典不够 你给我受这个痛苦 是太大了 你叫我受的痛苦太大了 圣经说什么 圣经说什么 他说 你使我受苦 你使我受苦 本事与诚实待无 都是以诚实待无 本事与诚实待无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基金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基金 我每次受苦的时候 我每一次受苦的时候 不论是为义受苦或者是为罪受苦 不论是为义受苦 还是为罪受苦 我总是说 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无 我的受苦是你以诚实待无 为什么诚实 为什么诚实 因为是我当得的 因为是我当得的 如果我们看明白这一点 如果我们看明白这一点 其实我们受的苦是当得的 其实我们受的苦是应该的 是吗 你是一个罪人 为什么不可以受一点苦 为什么不可以受一点苦 诚实待无 算诚实待无 其实这些路不是容易走的 其实这些路不容易走 在人生里面 在人生里面 讲是很容易讲的 讲很容易讲的 在痛苦临到的时候 当痛苦流到的时候 每个人都在那里 大汗 大发脾气 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大喊大发脾气 有时候我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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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不适合很有胆地做 我会转得很快 回转得很快 人到他的frustration 这个顶点 到他的最痛苦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的东西出来 就有很多人的东西出来 到有一天 在最顶点痛苦的时候 如果当你去到最顶点痛苦的时候 都是有基督的圣情出来的话 都是有基督的圣情出来的时候 我们真的可以见天父 我们真的可以见天父 我们预备好了 这个是成圣的过程 这个就是成圣的过程 所以主耶稣讲这个比喻 所以主耶稣讲到这个比喻 凡子宫的必生为公 这个不是自卑的必生为公 所以你要我们一同地学这个谦卑的功课 但兄姊妹我们一起学这个谦卑的功课 在神所有的安排里面我们顺服 在神所有的安排里面我们可以顺服 进入完全 因为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我们必被神所惩罚 我们必被神所惩罚 如果我们有一个志工 觉得我应该有更好的 觉得我应该有更好的 觉得人应该对我更好的 觉得人应该对我更好的 觉得我配得有更好的 觉得我配得有更好的 我们必被降为卑 我们必被降为卑 我们一同地 就把这个 主耶稣讲的比喻 我们就将主耶稣这个比喻 好好地放在心里面 好好地放在心里面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就像希巴勒书所讲的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就像希巴勒书所讲的 因为你要被承权义人的灵魂 这是神主掌智慧 这个是上帝主掌智慧 主掌智慧 之为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我们就在这里 存着谦卑的心 存着谦卑的心 守这个圣诞书 也是我们的属罪人 也都是我们的属罪人 求你截净我们 求你截净我们 求你开恩 求你开恩 可怜我们这个罪人 就是这个祷告 是福祉耶稣基督的比喻 福祉耶稣基督的比喻 Amen